是不是诈骗集团叫你过来这边收钱 不是 是不是大声一点 对 刑警一出现 诈骗集团成员吓得魂都飞了 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那是什么是这种法 我以现前带不过你 身材魁梧的流星男子 气焰全没了 像只小猫一样小小声回话 怎么样也没想到 假扮电信警察行骗 本尊竟然现身抓人 这个是从你的报告里面拿出来的 我们要解释一下内容 信封里装的 就是未造的检察官文书 不但有案件编号 就连观影都模仿得唯妙唯俏 嫌犯先假装克服 骗被害人遭冒名欠费 再转接给假电信刑警 说他涉及刑案 要求监管账户 甚至为了取信被害人 故意给了真的刑事局电话 却踢到铁板 从昨天已经骗了一天到现在了 然后他郭女儿表示非常的气愤 要配合警方演出 将这位歹徒绳之以法 国姓被害人带着164万元现金 到内湖这处小公园付款 假警察被真警察当场抓包 嫌犯嘎嘎 以为可以满天过海 栽了个大跟斗 也让办案多年的警方哭笑不得 3D新闻江文贤张正好 特别报道